看到南韩其实跟日本非常接近 只不过南韩还没有完全脱离美与静 但是全境已经是发出暴言警报 刚刚过去的周末体感气温超过摄氏33度 江陵光州大秋都出现夜间最低25度的热带夜现象 首尔市周末也出现前所未见的六月热带夜 使得首尔的汉江公园重开游泳池 一个周末竟然涌入万名细水的人潮 而东海岸沿线的海水浴场酝酿要全面开放 让沙滩的摊商夜市和音乐际全部回归 不过旅游观光的价格暴涨 釜山海云台的海景套房太抢手 一晚已经超过台币一万八千块钱 梅雨暂停转型夏季行高温 南韩江陵大田光州和大秋等地都出现了热带夜现象 首尔周末也出现时尚第一个六月热带夜 夜间最低气温连续两天突破摄氏25度 创下历年六月份新高 天气热到受不了 没有什么比碗水更消暑 首尔汉江公园游泳池 因为新冠疫情全数关闭 时隔三年重新开放 首个周末就吸引将近一万人造访 而首尔大公园里的露营区也称为市都心人气避暑胜地 全韩周末体感气温都超过摄氏33度 南韩西相厅几乎针对全境发布了暴炎特报 天气门热加上暑假来临 各地海水浴场也都陆续宣布重启 时隔三年南韩东海岸沿线的海水浴场 七月份将全面开放 除了沙滩饮食 著名的夜间市集和音乐祭也将回归 周末已经有不少游客等不及来到海边散布细水 突如其来的人潮也让业者措手不及 为了迎接避暑客 福山市府则是早就规划部署 加强海云台周遭警力 当地观光巡逻队更首度投入电动双轮车 让远景待步 大幅提高执勤效率 不过今年夏天想到海云台走一遭 可要勘景荷包 由于观光需求大增 当地旅宿价格涨了三成 能一览海云台风光的海景套房 一晚动辄八十万韩元起跳 超过台币一万八千元 对于报复性出油潮 南韩防疫当局如临大敌 因为确诊规模降幅逐渐收窄 周末甚至出现微小反弹 进外移入病例 随着国门大开连续两天 单日通报超过一百例 创下四个月以来新高 南韩防疫当局推测 与欧共亚变种BA4和BA5 近期在欧美地区大爆发有关 南韩解封迈入第三个月 当局多次警告 疫情可能会在夏季卷土重来 不过今年夏天 南韩防疫重点将不再以限制 和义务规范为主 而是希望民众做好自主管理 TVBS新闻综合报道